女顧客捷完仗走出店外 突然槍聲大作 玻璃門硬身碎裂 还接连打破两片 只见外头两方人马 在骑后来回追逐 还持枪追到对街马路上 附近住户吓坏 一对以为是黑道火拼 听到枪声然后就 然后另外一个马 就开那一开车就贵 说那个开车的是 我以为是寻草还是干嘛的 他说那个开车的是便宜 警方快达部队到场支援 还有嫌犯再逃 立即赶上去追捕 22号晚间新北市中和景平路 爆发警匪枪战 当时台北市警方追捕 江城两名毒虫 没想到陈贤亮出折迪岛反击 江贤随即又接着开了一枪 警方立即反击连开四枪 打破超常玻璃 一发打中咖啡机 一发射穿天花板 现场店员刚好去厕所 幸运躲过一劫 我那时候在后面 出来就是这样 我听到声音 打车这样 就突然这样 我扁到声音 他们在厕所 对啊 柜台那是所有人吗 没有啊 只有我一个啊 对啊 对啊 刑期算蛮好 对对对 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警方不限一星期 锁定两人准备出门贩毒 身上搜出海洛因 安非他命等毒品 疑似早就与人结仇 随身带刀 跟改造手枪防身 这位嚣张洗剪 在大街薄火 幸好无眼留蛋 没有伤及 无辜民众 记得下期再见 主观者爱情小组 台北报道